这两箱是咱们府里去年到今年的账册 这小箱是春日节礼的册子 还有这些是宝库里账目 外邦进贡来的使节送的礼归了库 王爷挑了十二件玉石头侍送夫人 两卷字画送大人 剩下的稀罕小玩意都是魏公子玩的 院里是咱府里账房 今儿留着跟魏公子打打照面 您都问仔细了再叫他们回府 以后会有专门账房每日过来 捧您报备 这是要干嘛 乔魏公子这话能干嘛 给您管家吗 我 我管 凭什么要我管 您不管谁管 呵呵 王爷很快就该提兵了 咱府里的事总要有个主心骨 再说 王爷也是希望您提前适应 免得以后忙碌 累坏自己 魏大学士和儿子一样 震惊不已 唯独林氏乐的喜上眉梢 公公辛苦 王爷意思我们知道了 您告诉王爷 魏英虽眉上过手 但我儿子聪明得紧 学一学 很快就能将王府料理好 那是那是 夫人至家好手 魏公子有您教 错不了 送走张公公 林氏回到饭厅 看着还对了香楼和丈人不知所措的丈夫和儿子 露出些得意 两户吃饭 老子儿子听话乖乖坐下 你们都跟我去后廊花厅 东西都抬上 按直为大小报 自己每日活计 我边看账边听 今儿的月亮肥丢得很 魏英坐在院中时桌边 手里吃的核桃也很肥 鸭蛋 小侍女很听使唤的凑过去 咔嚓 徒手捏裂开四五个给了主子 然后又回到篱笆下养头数数 大王 鬼毙力爬得太快 这才几天哪 都盖住原来的葡萄藤了 哎呀 这里还藏了个丝瓜呢 嗯 还有 还有 好可惜 这是去年咱们没摘的吧 都老成然了 摘了煞好我给你擦被用 可别 你那手劲儿 哪次都恨不能给我擦过去 魏英扫了扫衣服上落得碎渣 毫不留情拒绝小侍女的好意 一个 两个 三个 鸭蛋数数的声音落在耳里 魏英醋眉 下午给阿娘居在屋里看账本的惨痛经历浮现 闭嘴 今天不许跟我提树 我头疼 哦 嗡个丝瓜嚷 嗡嗡个丝瓜嚷 嗡嗡个丝瓜嚷 魏英歪头 不由佩服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小侍女 人才呀 有了钥匙的蓝湛禁院越发大摇大摆 鸭蛋正赶着大黄出院拉蛋蛋 王爷来了 主子 王爷来了 那我就去睡觉 大黄 王爷来了 你自己去拉蛋蛋 拉了就别回来了 瞧着想是你和大黄都很识趣消失的人影 蓝湛笑得一点也不善良 魏英笑得有点肉跳 线线 昨夜你答应了 也给我 闭嘴 给人听见 这院里就咱俩 听 也是鬼听 切 我说的是有空 今儿没空 你抽风似的送来那些好东西 我算账算得恼人疼 没看我这儿正不恼呢 魏英说着举了举手里的核桃 而且 咱们约法三张过 你就要出征 得节省精力 不能太频繁 你说你这人 躺床上就不能好好睡觉 非得 折腾 我自己躺的时候 也是好好睡觉的 什么意思 你怨我了 谁也没 哼 不跟你争 说好的 得两相 情愿才那样 一个人 强 不成 哦 那 我去屋里写字 你陪我 不去 我要吃核桃 边陪我边吃啊 今世贵妃也在殿前饮酒望运 皇帝有七八日没与他相见 宫人们都在安慰 说是如今朝局 陛下忙 可皇帝数次召剑士郎将封眠 清河郡王聂明爵 还有另几位大族族长 甚至还设宴款待了他们家眷 这是信号 近日 父亲于朝上成了几道反战奏本 皇帝心中不痛快 传我话给父亲和兄长 告诉他们不要再写那样奏本 魏英双手撑着身后桌上 写字的纸张和原本整齐的书本都乱了 兰战双膝着地 半身引在他衣板下 你 这是又 犯规 束腰给人从后解开挂扣 无力散落 兰战很忙 忙得专心 根本顾不上同他半嘴 手掌伸进礼衣 向上 上下 手 齐头并进 笔架倒在桌上 是给魏英的手肘磕碰 红发大海好好地竖着发辫 可碎发还是散落好多 魏英脖子扬起又落下 一会儿向左扭动 一会儿又向右 嗯 拦着 想吗 嗯 很想吗 嗯嗯 哼 有多想啊 嗯 魏英发觉 小侍女的本领 自己也迅速掌握 那就按说好的 你先帮我 然后再 魏英的心在嗓子眼 活在脑袋顶 这慧子 只要蓝湛说的不是旷身天地 他基本都能答应 去 去床上 喝 好 床嘛很想提醒那匆匆忙忙的二位 他们忘记落下自己 蓝湛将枕头被褥都堆叠在自己身后 不许任何一丁点碍事地影响他 影响他欣赏 两 尖 的人 手掌在魏英头上抚摸 看起来还挺慈祥 莫名充满父爱 献献 受不了 你 进 哪个当爹的会让儿子 床慢的银月挂钩发出强烈的扣扣声 像是受金 魏英在蓝湛 上 两人都皱紧眉心 蓝湛眼里的光影带着狐狸的笑 魏英却一会儿像是御仙 一会儿又像剑魔 你 你故意的 家 哼 是你没有定力 忍不 我又不像你 懂多 献献 我也是遇了你才开始 无师自通 没法子 谁叫你 换个姿 这样 我要 那就 吧 然后 我来 你 你这个骗 啊 骗子 呼 好多 献献 该换我 不公平 你 嗯 年节不远 可战士是不会顾及这些的 即将开拔远征的二郎们让京中节前气氛变得有些落寡 这日赶上释迦摩尼城道日 鸡鸣寺趁此办了圣大佛祭 和尚们送平安福 这才引得人潮落意 爹娘怕儿早归 妻子求丈夫完全 更有担忧 家国的 世子文人 来求各家国平安 于是 这日湖上 可真是如礼于过江 魏英和林氏站在人群外 丫头妈子小丝左右围着他俩 急要怕夫人给人踩了脚 又要担心小公子那脸面给人吃豆腐 别看天冷 魏府一众吓人却是忙得额头冒汗 鸭蛋从上乡人群中横冲直撞的出来 话里抱着好大一捆粗香 抢到了 夫人 大王 小侍女很兴奋 魏英直皱眉 临时无嘴笑 鸭蛋 你这一只香拇指还粗 有几根就成 抱了这许多 人家师父们肯给吗 嗨 里头抢香的人脑子 打出狗脑子 我抱了就跑 大师父们都在拉架 哪顾得上我 魏英敲了小侍女脑 笨 你这捆香壮的 火折子可然不动 咱们要生火堆了 啊 见小侍女又要跑 魏英拉住她 又干嘛去 大王要生火 我去寺里后厨偷点木柴 阿弥陀佛 不可胡说 临时连连佛里告罪 最后 魏英带着小侍女找了个角落 让小厮丫头们在外头围城围党 俩小孩就这样肆无忌惮在寺院墙角放了把火 将粗香剁子然地各个冒了红烟耳 魏英这才和母亲在家丁组成的通道里往殿前上香 上香后 临时去领平安福 魏英带着鸭蛋看测店前的因缘术 一株千年轻给丢红线丢成了千年红 魏英都不由替老树担心 怕他下一刻就要无力负重 夸擦倒地 直接砸死下头这些青年男女 大王 我也去丢了 魏英没有阻止小侍女 他虽不信这术能给人因缘 却坚信鸭蛋的体质 树倒了肯定砸不死 魏哥哥 这是我送你的 魏英诧异 瞪眼搜寻 才发觉人家叫的不是他这个魏哥哥 旁边狼角一对少男少女在交换定情信物 我随的是战王亲军 战王打仗最厉害 所向披靡 好妹妹 等我回来 我回来 咱们就成亲 好 我等你 魏英目光从俩人交换的锦囊上收回 若有所思 大王 我都扔中了 你的 我的 王爷的 夫人的 老大人的 小侍女的黑脸蛋兴奋的红道发子 魏英适时阻止 再念下去 估计鸭蛋要说他给大黄都扔了红线 我来回来 踩盘 鸭蛋兴奋的红炎